众希武作为众家的家主 一表人才谋略过人 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想嫁的完美丈夫 但众希武这一生只钟情一人 她从很早之前就喜欢上了华浅 当时华浅疯狂地迷恋众叶兰 所以众希武选择默默等待和守护 华浅嫁给众叶兰后并不幸福 付出了全部的爱 却得不到大爷的任何回应 所以华浅选择放下 选择跟众叶兰合离 众希武亲自帮他们写下合离书 她自己也不想再继续隐忍克制 迫不及待地向华浅表白了 面对众希武的深情表白 华浅当时是真的心动 差点就把手伸给了她 华浅内心渴望握住众希武的手 但华浅最终还是拒绝了 现实是一个离异的女子 不可能加入众事员当主母 而华浅是绝不会当妾 跟别的女人分享丈夫的 加上之前受过情伤 所以华浅的顾虑会更多 雅仁后来也经历了一段孽心的爱恋 众希武始终没有放弃过华浅 华浅也决定勇敢面对自己的心 主动走向了众希武 经历这么多坎坷分离 终于在一起了 众希武绝对是宠妻狂魔 在外人面前是威严的家主 在华浅面前只是她的夫君 情话连篇好会撩 你们喜欢这样的大结局吗 欢迎留言说说你们的看法